这里位于秦岭东南方向的大山深处 是古代进入陕西关中平原的四个天险军事要塞之一 大名鼎鼎的武关 当年的武关关城就位于前面西北方向三公里外的这里 两千多年前 羽翼尚未丰满 实力并不强悍的刘邦 率领着两万杂牌人马 就是从这里攻克武关城 穿越秦岭屏障 直抵大秦帝国的都城咸阳 开启了大汉王朝的创击之路 本期视频 我们就来实地探访这座历代兵家必争的要地 拱卫关中三秦大帝战略防御体系中重要的官赛 先来看一下三维卫星地图 这里是西安市 这是陕西关中平原 这是东面的黄河屏障 这是北面的群山和黄土高原 这是南面的秦岭山脉 在当时的冷兵器时代 大队人马想要进入关中平原 有四个方向的战略通道 对应着四座天险观赛 分别是西北部的萧观和西南部的散观 东部的寒谷观和东南部这里的武观 当年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 避开了秦朝重兵把守的寒谷观 从南洋盆地绕道来到这里 攻克武观要塞 穿越秦岭 经蓝田进入关中 兵临咸阳 屯兵坝上 拉开了鸿门宴的序幕 那么武观这里的地势有何特别之处 为什么这里会成为军事上的天险要塞 我们实地来看 这里就是当年武观要塞的所在 武观城墙的墙积遗迹尚存 部分城墙残断的地面夯土还有保留 武观城的南北两侧 是连绵的山岭屏障 武观河的河水 从观城的西面、南面和东面 呈半包围式环绕而过 所以武观城的地理环境 可以概括为 两山夹立三面环水 河水、河道连同南北两侧的山岭 将这里阻挡隔离 形成一个枕山带河 显本天城的天然关口要塞 武观城以西 是山高谷深的秦岭山地 道路崎岖难行 武观城以东 河建、河谷逐渐开阔 进入南洋盆地 在无险可守 因此将武观城这里 设置成为一道显观要塞 选址非常合理 角度再更近一些 现在来介绍武观的观城 这是根据考古勘探结果 绘制出的武观城墙 区位示意图 城池的面积并不大 南北向约300米 东西向约400米 城墙为不规则状 开有东门、南门、西门 三座城门 北侧没有城门 在城墙的这些地段 目前还保留有部分地面上的 夯土遗迹 这是当年武观河的河道 河水将武观观城三面环抱 在东门与西门之间 有一条贯通的主城大街 无论是东来西往的黎民百姓 还是浩浩荡荡的征途大军 这条道路都是他们当年 通过武观观城的必游之路 现在我就站在武观要塞 最核心的位置 城墙的东门这里 当年的城门楼已经不复存在 锦邻南侧这里还保留有一小段 城墙的夯土遗迹 被圈锋进了一户人家的院落里 现在我们沿着东城墙的外围 向南行走 下面就是武观河的河道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城墙的东南角 眼前这段高出地面的部分 就是一段城墙的夯土遗迹 从这里上去 这里有一处深坑 这里是南城墙向西延伸的一段残迹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城墙的西南角 南侧古河道上的一级台地 现在被村民们作为农田使用 来看西南角这里的城墙 这里还存留有一段比较明显的夯土遗迹 城墙遗址 城墙遗址 我现在行走的这条水泥道路 就是当年西城墙的南段所在 如今地面遗迹已经不复存在 前面这里是锦林城池西门北侧的一段城墙遗迹 地面上存高度两米左右的夯土残留 这位老叔姓王 他们家的宅院就横压在城墙的基址上面 现在来到了城墙的东北角 这是五关城墙现存遗迹中最震撼的一段 这条水泥路在当年就是北城墙外的壕沟所在 这边就是城墙东北角的夯土存留 五关城池在明代时进行过修整和重建 清朝咸丰年间再次进行了重修 这一段墙体是从东北角向南拐过来的部分 属于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这里上去看一看 上来了 这里又看到一处洞墙 登上了城墙东北角的最高处 站在这里 五关古城尽收眼底 现在 再次回到了五关要塞最核心的位置 城墙的东门这里 这块石头上镌刻着五关八景的描述 这就是贯通东西城门的五关老街 历代文人 对五关这里的提勇甚多 这是清朝 谭思同的提示 这是唐代 李社的提勇 这边还有唐代的白居易 还有宋代扣准的提勇 五关遗址被列为第三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我们从东门这里 沿着这条贯穿东西城门的五关大道 踏古前行 五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 这里是秦国和楚国相互抗衡的交接点 当时秦国向外的扩展以及防御 主要在东面和南面 东面的寒谷关和这里的五关就显得非常关键 走在这条长度仅300来米的五关谷街上 抽离了时间后 在空间维度上 会与许多历史人物擦肩而过 在这里我们由近到远略作疏离 转战南北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曾多次率军往返五关这里 最终攻入北京城 推翻了大明王朝 后来北京失守 防线步步收缩 1645年又兵败陕西 李自成最后一次经过五关这里 转战撤退前往玉鄂 攻入长安城的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朝 在行事失利后 也是从五关这里退出关中 转战辱南 李隆基的孙子唐代宗李玉在位时 临危受命 被再度启用的郭子怡 就是在五关这里 力挽狂澜 集结整训溃逃的军队 折返收复了被吐蕃攻占的长安城 解为京失 西汉之后的新朝末年 陆林军就是经由这里入关 攻入汉长安城 将亡莽斩杀 汉井第十期 大将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 也是从这里统兵出关 公元前207年 刘邦率领着两万杂牌军 绕到南洋 突袭攻克这里 据说刘邦下令 对这里进行了屠城 将数万秦军斩杀 这个消息极大的震慑到了 秦国的其他残余 后面再无明显抵抗 包括都城咸阳 悉数拱手投降 战国时期 公元前299年 秦国的秦昭湘王 邀约楚国的楚怀王来武关这里 商谈结盟事宜 楚怀王来到这里后 中了事先设计的埋伏 被秦国扣留 两年后克死咸阳 在武关城池 东面大约三公里外的这里 有一道高峻陡峭的山岭 当地人称之为四道岭 或者吊桥岭 在岭峰上至今还存留有一段石器的防御墙 这就是著名的秦楚分界墙 这里立有一块文宝碑 第六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还有一块年代更早的文宝碑 秦楚分界墙 这道防御墙 由石块垒气而成 出建于战国 历代履经修器 现存部分主要为明朝所建 一记断断续续 绵延长达三百多米 这一处的墙面比较完整 高度达到三至四米 这道石墙构成了武关要塞的前端外围防御体系 防御墙的跨道 当时还修筑有城楼 城楼前设有吊桥 适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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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效阻击 想要从侧面山岭这里迂回绕行的来犯之敌 我们来切身实际体验一下 想要从这里进攻的难度 前面的坡顶就是其中的一段防御墙 还没等靠近墙体 恐怕就已经被滚木雷石或者弓箭击中 顺着分界墙的走向一直向南 还有两座巨大的烽火台 来看 前面这里就是其中之一 这座烽火台的四周一圈 被高度约一米的累气石块包裹着 顶部台面的直径大约有20米 这是围绕烽火台的四周 累气的一圈石块 降至少之一 整个光火台的五周一 这座烽火台的五周一 这座�커 这座筐体的五周一 2横木雷石 降至少之一 这座筐体的五周一 在四周一 一座筐体的四周一 三周一 下到五周一 在四周一 三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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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座一号烽火台的西面 相邻着另外一个更高更大的二号烽火台 这是刚才的一号烽火台 现在我们前往这个更高更大的二号烽火台 来看 二号烽火台的四周 同样累气着一圈石块 现在来到了烽火台的台顶 顶面的直径约有30米 站在二号烽火台的台顶这里 可以直接看到西边三公里外的五关关城 来看 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所探访的五关城 这里就是五关城 从空中角度来看一下 这是一号烽火台 这是二号烽火台 秦楚分界墙这里 一旦出现来犯之敌 只需在烽火台上燃起一堆狼烟 立刻就会将情况传送到五关关城的本部大营 好的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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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